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豆影视特效,我是小爱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超级坏蛋偷月亮的故事 故事开始啊,在世界上突然出现一个江阳大道 他轻而易举偷走了胡福金字塔 各个国家大为震惊,纷纷出兵保护自己国家的著名建筑物 人们纷纷猜测,这个江阳大道到底是谁 另一边,我们的男主格鲁是一个长相猥琐的胖子 这天,他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泣,就吹了一个气球送给他 在小孩开心的时候,格鲁用针扎破了气球 得到满足的格鲁转身走了 回到家后,格鲁从博士那里知道金字塔被人盗走了 盗贼还鄙视了其他的坏蛋太菜了 格鲁十分生气,自己身为超级坏蛋竟然被人这么鄙视 于是他召集小黄人们紧急开会 他告诉小黄人们要干一件超越偷金字塔的大事 只要他们找到苏小射线枪,就能够把约球偷回来 到时候就可以一血前耻,成为超级无敌大坏蛋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 银行行长要求他必须先偷出射线枪才能贷款给他 并且在这里,格鲁还见到了拖走金字塔的新贼小黄 此时,在东亚的一个秘密基地 有一批神秘军队在研究射线枪 他们刚刚研究成功,就被格鲁和小黄人给抢走了 格鲁正在得意之时,小黄开着飞船从格鲁手中抢走了射线枪 格鲁还想追杀小黄,结果被小黄的射线枪击中 格鲁的飞船瞬间就缩小了,而小黄趁机逃走了 为了能够抢回射线枪,格鲁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他伪装成医生,来到孤儿院收养了三名小女孩 随后便派三个女儿去给小黄送饼干 饼干中混入了机器人打盘情报 随后,格鲁和小黄人秘密潜入小黄的家中 偷走了射线枪 拿到射线枪后,坏弹银行依然不贷款给格鲁 格鲁一气之下,用小黄人们捐的钱开始自己造火箭 另一边,坏弹银行的行长是小黄的父亲 小黄发现射线枪丢失后准备抢回来 而此时格鲁的火箭已经造好 格鲁也坐上了火箭飞向太空 小黄赶来,用张一枪,吸住了火箭,成功爬了上来 结果被格鲁甩了下去 几分钟后,格鲁成功靠近了月球 他掏出射线枪对着月球来了尾巴 月球瞬间变成了鸡蛋大小 格鲁拿到月球后开始返回地球 格鲁回到地球后才发现 小黄抓了他的三个女儿 为了救出女儿,格鲁只好把月球交给小黄 小黄还是不肯放过他的女儿 格鲁只好,单枪匹马闯了进来 这时小黄带着三个女儿驾驶着飞船准备逃走 格鲁也追了上去 还好,不是带着小黄人过来支援 但此时,射线枪的威力逐渐减弱 月球开始慢慢变大 不是驾驶着飞船带着格鲁救下了女儿们 而小黄就惨了 月球不断地变大,击碰了飞船 月球又重新回到了宇宙中 小黄也永远地留在了月球上 从此之后,格鲁和女儿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沉默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睁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晚晚的河水从天上来 游向那万字前红一片海 花了来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